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20号 日本时间晚上9点半了 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 这个春天来了 大家那边还冷吗 日本明天可能变天 今天还算暖好吧 今天 这个今天新华社公布 检查机关依法对原中国铁路 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盛光祖 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提起公诉 盛光祖成为2023年首个被公诉的 这个正部级官员 盛光祖是默认铁道部部长 第一任中国铁路总公司一把手 他曾经救火接班落马的刘志军 出任铁道部部长 然后现在却和刘志军一同被 肃清流毒影响 这个铁道部曾经是很厉害的 铁道部里面什么法院的什么的 都有是一个独立小王国 现在都给他打散的应该是 但你看这个刘志军下起 这盛光祖还在贪 说这个盛光祖离职后仍在敛财 他的罪名有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 就说受贿大家了解的比较多 那么就是来看一下什么叫用影响力受贿罪 说中国刑法关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如下 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或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索取请托人财务或者收取请托人财务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亲属 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 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 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 也就是说离职了 然后亲近朋友还利用这个以前的职位赚钱呗 我觉得是 这个盛光组被指控离职后利用其原职权和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务 数额特别巨大 然后就说近几年已经有一些老虎被指控 利用影响力受贿 你比如说今年1月5号这个开庭审理的 国家粮食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徐明也案 这个也挺那个什么的啊 粮食局这不就是硕数了吗 2021年6月 徐明离职后利用原担任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等职务 2019年至2020年王富裕离职后利用影响力收受他人财务 折合人民币1735万亿元 然后还有内蒙古原党委 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胡一峰 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孙远良等 也都这个利用影响力收贿 这个盛光组50多岁就开始敛财了 说这个盛光组利用担任海关总组党组副书记副署长 党组书记署长 原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 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务数额巨大 这个盛光组出生于1949年 在铁道部工作承认党组成员 总经济师政治部主任副部长 2000年4月调往海关总组出任副署长党组成员 2002年2月盛光组出任海关总组党组副书记副署长 当时53岁 在这个职位上他就开始敛财了 2007年出任海关总组党组书记成为政部级官员 然后就开始敛财 73岁落马被官宣配合调查 2011年2月盛光组从回原铁道部 接替落马的刘志军 出任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 这个盛光组是最后一任铁道部部长 第一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 2013年3月 国务院机构改革铁路正起分开 不再保留铁道部 由铁道部的行政职责被划入 交通运输部 同月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 这个盛光组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 2016年这个67岁的盛光组 被任命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然后2022年3月 这个盛光组就配合中央纪委调查监察 这个盛光组落马国铁集团召开电话会议 就说要全面彻底竖清刘志军盛光组流毒影响 认真打扫思想政治上的灰尘 净化政治生态 盛光组还曾于2021年6月落马的河南省委 原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故事 但是我就奇怪 你说既然这么坏的这个领导啊什么的 哎他怎么还能升迁呢 他既然50多岁就在海关 海关的可是一个贪污的大户对吧 那肯定不傻的人就知道他在那个位置上没少贪 那既然都知道他在50多岁贪污 怎么就能这个刘志军弄下去之后 又弄了一个贪污犯到这个中国铁路总公司呢 这个事情就不可思议了啊 就说明他们这个以前还是很乱乎的 对吧 否则的话 那怎么还会又弄了一个汤饭上来呢 对吧 这个他和这个2021年6月落马的河南省委 原常委政法委书记甘荣坤共事 甘荣坤1962年5月出生 1989年4月至2007年9月在海关总署任职近20年 盛光组调往海关总署任职时 甘荣坤担任总署财务装备司司长 2007年7月盛光组升任海关总署党组书记 两个月后甘荣坤调用北京海关官长党组书记 然后甘荣坤历任湖北省副省长 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然后甘荣坤非法收受财务 共计折合人民币1.66亿元 这个都挺能贪的 这一帮贪犯 都是以亿为继的 但是你说这样的人 他怎么还就能当上领导 就说明以前是挺乱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 行明力挽狂澜 给这好好整治整治 尤其现在整治这个政治骗子 也是挺应该的 而且看这盛光组这脸上 简直都 atopy 这个有选呢 一看这面相就不好 长得碎牙咧嘴了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对我的频道 喜欢请评论点赞并加关注 谢谢